辉宝真的是个小熊精 他竟然问宋爷爷要小零食 宋爷爷拍了拍口袋 表示没带 没有小零食 他的表情委屈极了 这天宋爷爷进来给爱宝加餐 辉宝看到他后 忽然转身趴了下来 然后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宋爷爷的口袋 他这是在向宋爷爷要零食呀 宋爷爷显然懂他的意思 于是拍了拍口袋 表示忘记带了后 想要离开 可是他刚走下台阶 转身看了一眼辉宝后 发现他因为没得到小零食 一脸都委屈 看到他这委屈的表情 宋爷爷也舍不得让他失望 于是拿起对讲机询问了一下 还有没有赶紧的损 得到肯定的回复后 他让辉宝等一下 然后在辉宝期待的眼神下 返回那时 他们刚才的那种情形 让人很有共鸣 因为每次回家 小孩都期待着你给他带点小礼物 当发现你没带小礼物 他就会有点失落 等待与期待的过程是美好的 辉宝就这样在平台上 哪里也不去 期间还翻了几个滚 表示自己的心情 终于过了一会 宋爷爷进来了 手里提着一根刚洗干净的嫩损 目标明确地递给了辉宝 然后就回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而辉宝则是被嫩损吸引了 他咬住损肩 拿起来就开吃 这一刻 他的心里得到了满足 当辉宝在吃得开心的时候 另一边爱宝也回来了 也在开心地吃着碎 看着他们吃播 这一刻岁月静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